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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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適合你 經讀 細讀 慢讀 重讀的書 閱讀經典需要更多的挑戰 更多的思索 還有更多的堅持 那麼在人生的道路上 同樣也需要這些挑戰堅持跟思索 那麼我們何不從閱讀經典開始 《聚留盒》像這樣子一個 在一個大時代裡面的故事 我們要去想像一個戰爭 想像一個那樣子的大時代的一個巨變 我們都是有距離的 我們不一定能夠感同身受 大學生知識分子就是應該要 關心國家 關心時局 而不是只是關心個人 在中學那個時候 對於我不熟悉的那段歷史 好像離我很遠的歷史 因為讀了這些小說 而離我很近了 麥田捕手 很叛逆 很 很顛覆 那他應該會從中得到很多的共鳴吧 他應該覺得跟他自己很像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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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於我 好嗎 把這根擦 出食物